你看掌門人嗎? 嗯 找一口吃的那個呢? 一會兒我將他的匙羹飛過來 那你要張開嘴巴拿著 接著那個飯 Hello 大家好 我是家聰 今天有甚麼要做呢? 我相信大家如果平時有看過我的影片的話 應該知道我拍的影片的畫面是非常差的 有Outflow 有些是很多 Noise 有些是不清 還有這些 不是 這個是我的樣子的問題 所以作為一個負責任的Youtuber 我當然不能夠要我是觀眾 眼睛一路受到這種虐待 所以我決定多辛苦都好 我都要自己暗河包 拿錢出來買船票 去香港問SonyR sponsor 而結果我當然是R到 就是這部A6400 這部是Sony第一部有反螢幕 同時可以插咪的相機 它的定位是拿來被人拍Ford 而我今天也打算拿這部機做一個開箱 但如果這樣開箱可能會悶一點 甚至上網也有很多人做過 那既然是否都拍Ford 那我不如就拿這部機拍Ford出來 讓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看看和我之前拍的影片有沒有甚麼不同 好 那沒那麼多廢話 我現在馬上去片 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這個叫 唔該多聰 是 我想說唔該加聰 我想說唔該加聰 我也可以的 你有禮貌 因為我們就會 我帶多姐來吃一間店 新開的 但不是廣告來的 不過店舖就是我朋友開的 那算不算廣告嗎 不算廣告 因為她沒有付錢給我 我都純粹來試一試 因為她買的東西吃多特別 蛋餅那些 因為澳門不多地方吃蛋餅 所以今天就來試一試 出發 我幫你介紹一下 這個是Lewis 我的朋友 他是其中一個教我魔術的人 真的嗎 是的 我的魔術也是他教的 為何人家是英俊 為何你這樣 關你事的 樣子都不是罪哥 那他已經英俊了 這方面有他 他要請個特別的 這個方式是 專門知道我過來 驚慧熱嗎 對 對 對 人情冷暖 沒有幫他做事之後 冷氣都沒有 現在 你呢 就是蛋餅 蛋餅 蛋餅 你是要加什麼 吞拿魚 吞拿魚夾什麼好吃 青瓜 你吃不吃 不吃 你都沒有青瓜 沒有青瓜嗎 沒有青瓜嗎 有 這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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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著一裏 你說青瓜 我要一個 吞拿魚 可以嗎 雞蛋是怎樣的 蛋餅會不會有雞蛋 那你又被人加雞蛋 雞蛋是加其他東西的 對 手爪餅 對嗎 對 對 那些東西很邪惡 對 最邪惡是這個 烏泥紫草肉鬆吐司 吃 沒得到你 沒得到你 你不是做一個大腸尾線嗎 對 你全都吃了嗎 你全都吃了嗎 一起吃阿費 地震 好像地震一樣 真正不適合他做 我想說 你的屁股是這麼大 然後你的椅子是這麼小 第一樣就是這個大腸的麵線 那我就不吃內臟的東西 不過你試試多姐 我覺得OK 你覺得OK 你不吃也對嗎 我不吃的 你吃光它 這個是 紫薯烏泥肉鬆 這就是剛剛很邪惡的東西 哇 我又分開了兩份 你可以跟別人分享 平時有 不痛嗎 你想吃光它嗎 是啊 我沒辦法分你 白色的是什麼 烏泥 白色烏泥 紫薯烏 紫薯烏 黃色的肉鬆 但是它的口感令到你整件事是有些咬喉 你這個口感進步了嗎 進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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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之前只是 哇 真厲害 好吃 這個是男生也適合 因為男生很怕吃很甜的東西 很怕吃很甜的東西 不錯 你試試看 但可能因為它真的是护泥和紫薯 真的做得不甜 是一個口感上面的衝擊 我吃得最多是肉鬆 但女生是否可能會喜歡吃甜一點 不是 我覺得這個口感不錯 我吃了這個 很漂亮 吃多一點 很客氣 我覺得不錯 可以試試 如果喜歡吃很重口味 可能未必適合 可能可以試試其他 這個是 蛋沙律 蛋沙律 我們沒有點的 可能看不到我們 配搭之後 推介了一個 不是 蛋沙律的餡 算是我們其中一款的主打 這個是全部是自己的手打 哪個手 你的手 哈哈哈哈哈哈 而且我發現了一件很有趣 永遠說出這個 可能叫什麼 手抓餅 但我們是會把 手抓餅 我覺得是手抓餅 即是我們不會說普通話 我們中間是手抓餅 手抓餅 還有這個 這個也是 廣東話的話 很多人都會叫吞拿魚 是吧 滑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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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為滑魚是怎樣的 手抓餅 永遠是不會有人說 全部廣東話 也不會有人說 全部廣東話 手抓餅 OK 蛋餅 和這個 手抓餅 都來了 現在試一試 其實它不錯 它是切開了 平常那些是冷藩 拿著在手上 對 現在沒有燉得多漂亮 你應該是吃開手抓餅 好 現在試一下這個 這個是 吞拿魚 火腿 還有煙肉 嘗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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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為何要這麼貪心 我不知道 你喜歡吃什麼 但這個我選了 吞拿魚 煙肉 是我喜歡吃的 整個口感很豐富 整個日本的口感很難不通 真的棒 謝謝你嘗嘗 謝謝你嘗嘗 好吃 我覺得是因為 烹拿魚 它本身很夠味 還有些沙律的 沙律醬 然後煙肉和火腿也很夠味 整件事是對的 我本身以為你這樣選是很奇怪的 吃什麼 煙肉和火腿這些是 一向很棒 好 剛剛嘗完這個手爪餅 那就嘗嘗 阿Lu推介 手爪餅也是不錯 很配搭 很棒 手爪餅本身我超喜歡吃的 而且不是很多地方可以吃 吃到澳門 這也是 又是一個清... 哇 青肉沙 又是比較清新的 這個就是口感很濃烈的 這個就是一個清新少少少 薯蓉 鹹味的味道 鹹味好吃 鹹味好吃 可以自己選擇 例如蛋沙 你配鹽 鹹 鹹 鹹 海鹽 這個多啫鹼的配搭 這個是 芝士肉鬆蛋餅 蛋餅 芝士肉鬆都是... 要點醬 要點醬 我試試不點醬 其實這個是好吃的 因為你想清清地吃 我是一個從後味的人 我自己吃都覺得好吃 少少吃 不是像這麼大聲 我知道你是在食物 喝,喝喝喝 嗠喝喝 沒有蔬的 淡了少少少 因為它的肉鬆不是不是很濃奶的 所以我先試試喝醬 有醬 是那個.... 這個是偏糖 對嗎 就是這個一定要混醬 但是我在台灣吃的時候 都是混雞 還好 這個是有蒜味 多恐竅 liquids 蘸到味道 雖然不知道 不知道釣味是甚麼意思 但我上網看別人 我抄了來講 我都找到機會講這個詞 釣味出來 老肉飯是台灣必食的 很邪惡的一件事 給我看看有些肥瘦的分佈 是否肥瘦的分佈 你看看掌門人 找一口吃的那個 待會我將前巾飛過來 你要張開嘴巴接著這盒飯 準備了 沒有看過嗎 準備了 1 2 1 2 1 2 吃的老闆都知道 吃下去就不肥的 入口即溶的 有人見到你才覺得吃的 你說甚麼 沒事沒事 還可以嗎 很漂亮 很漂亮 謝謝 大家看完影片 不知道你們感覺如何 即是畫面上有沒有提升了 我給我一個我用完的感受 我覺得畫面方面 是漂亮了很多的 而且因為這部機功能多很多 要一些時間去熟悉 但我相信慢慢動耐了 我會拍得越來越好 因為我暫時沒有教什麼 我全部用自動的光圈 快門 讓它自己教 這次Sony A6400 有了反螢幕 平時拍攝 方便了超多 可以看到自己的樣子 知道畫面有沒有出問題 有沒有出現 最特別的是 這次的反螢幕 在上面 而不像我之前用的相機 在側面 有甚麼分別呢 假設有螢幕在側面的話 當你拍攝的時候 你想靜悄悄看一看畫面的時候 就好像我現在這樣 你會看到 其實我的眼睛好像是看了在側面 很明顯 會有些奇怪 但是如果是上面的話 你會看到 我現在其實在看螢幕 但正常你不會太覺得 譬如我偷掃一下 不會太明顯 還有這部機的對焦 是超級超級快的 它好像有400多個對焦點 我沒有詳細去了解 但我用上來的感覺 我覺得是好很多 不過有一個美中不足的地方 就是它沒有這個內置的防手震 所以你拍攝的時候 畫面的動作會比較大 那你要怎樣解決呢 第一 你可以用一些有防手震的鏡頭 又或者在後期 用Premiere 或者是After Effects 來解決這個問題 當然還有很多其他方法 例如你可以 動部機在這裡 定點地拍 這個也是一個非常好的方法 或者你也可以嘗試 改變一下你平時拍科的習慣 像我一樣 我之前拍科 我習慣了拿著這部機 一邊走一邊拍 那假設這部機 如果你想它的畫面更穩定 其實你可以選擇 把這部機動在一個位置 然後開始拍 那你說完話 你先去下部 都可以的 總括來說 這部機我自己非常滿意 一來它的對焦是超級快的 還有它可以拍到4K 大家現在看到這個畫面 其實我都在用這部機拍4K 所以你應該看到很明顯的分別 還有一個特點 就是這部機拍影片的時候 它已經沒有了30分鐘 就自己會剪的限制 所以你拍長的影片的時候 你不需要再擔心 它拍一拍一拍 會自己停了那部機 這個我覺得是超級超級適合我用 因為我經常都會拍一些 可能訪問的影片 魔術的影片 都可能會超過30分鐘 所以它非常適合我 至於顏色上面 這部機內置有S-Log2 S-Log3 以及HLG 還有很多不同的東西 顏色上面就會更加美 好了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多謝各位喜歡我的朋友 就記得喜歡我吧 再見 拜拜